刚刚那个帅哥说潮湖是二线城市,出租车是不是说是三线城市,我们两个在这吃饭一个人花了一百多点,然后呢,我觉得这个消费标准基本上符合二线城市的标准 美食不想做,排雷我来做,大家好,我是熊二,今天我又来了啊,今天我从合肥出发到这个二线城市潮湖去寻找美食 你们都知道,潮湖的这个城市建筑面积也是非常的大,像这样的地方肯定有不少好吃的,咱们去找一下看看潮湖有什么美食啊 是不是潮湖是几线城市啊,潮湖啊,潮湖大概已经现在三线,三线了,是不是哥哥三线,三线二线了,他现在二线了,他以前是什么,以前是潮湖是第几市,现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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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了,人间公司大概在这儿,人间公司大概三千块钱,三千多,三千多,三千五左右,潮湖的城市建设不比二线城市差,非常的大气感,感觉像到了香港一样,这边绿化做的也是相当的漂亮 走在潮湖的大街上,感觉在花园一样,市中心也非常热闹,缺水马轮,赛哥能不能采访你一下,你说,你觉得咱们潮湖是几线城市,以人均公司来算的话,咱潮湖是妥妥的二线城市,二线城市,对,而且咱潮湖的环境还是不比任何二线城市是环境差的,绝对算得上二线城市的,我们来找一家吃的,看看这个潮湖的消费怎么样,吃饭的人好多啊,我来看一下有什么吃的,我是牛肉 这是牛肉火锅是吧,兄弟,对,牛肉火锅,火牛肉吧,对,火牛肉,火牛肉火锅 大姐,在这吃饭人均大概多少钱牛肉,80到100,基本能吃饱,你们家主要是做什么的,我们家主要是做牛肉,鲜打牛肉 我爸去吃,这个店面,连过油菜,好吃的,要不我去推荐一下,我老板,我们家比较精英牛肉,牛肉呢,牛身上的五花锅三汤价都特别好吃的,要不给你上一点,尝尝看,尝尝看 尝尝吧,刚刚那个帅哥说潮湖是二线城市,出租车是不是三线城市,我们两个在这吃饭一个人花了一百多点,然后呢,我觉得这个消费标准跟基本上符合二线城市的标准 牛身上的每个部位我都点了一件,今天吃过瘾了兄弟们,还有这边素菜我也点了,还好我又点了一盘羊肉卷,搞点这个面肠,一会儿配火锅绝配 这个品质说实话看起来真的不错,只要经常吃牛肉的能看出来,冷冻的跟这个不一样,一看就是刚切的 来兄弟们,饭牛肉,再来一个,牛肉熟的很快,几秒钟 把吃料给他叫一叫,老爸尝尝味道怎么样 我也来一块,蘸一蘸 蘸这肉吃,我也来一口 哇,好吃 这里面的这个芝麻酱,蘸起来牛肉,特别的香,一定要配这个芝麻酱,这是我的口味 而且牛肉很嫩,很嫩滑,让我们煮出来的,要带点血丝,不要煮太酥,那就不好吃了,要带点这个血丝 嗯,挺好吃,这个吃完了,这个吃完了,这个吃完了 这个吃完了,这个吃完了 老太,全部给他倒,老太,啊,这样过瘾,哇,倒一倒,王子,这样大口吃就过瘾 哇,过瘾,这个酱一定配好,要不,你如果酱不好吃,全不好,配不好吃 哇,这牛肉非常有嚼劲 挺好吃,哇 继续弄,兄弟们 哇,碗子 带我爸吃过瘾 哇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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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全部给他下 都给他下,一起过煮 啊,兄弟们 这肉啊,里面纯纯的肉 这个很快啊,这一两秒就好了 这妈就熟了啊 老爸,这个羊肉怎么样 也很咸,羊肉卷 你多吃,都给你吃 喂,我老爸今天胃口大开啊 你慢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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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 这家店的口味非常不错,主要是那个肉非常新鲜 像你们经常吃牛肉的朋友啊,一眼就能看出来 刚刚出租车师傅说潮湖是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那个帅哥又说是两线城市 嗯,搞得我现在有点 就是弄不清到底是几线城市的 哈哈哈哈